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掌声有请经典传唱人 我是经典传唱人张英席 王凯 洪志光 马嘉 我们把青春万岁唱给您听 所有的日子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 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音乐 编织你们 有那小船上的歌响 小船上的歌响 月下小园的幻梦 月下小园的幻梦 细雨朦朦的踏青 初学的早晨兴趣 还有弱烈的中文 月儿童的温暖的心 所有的日子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 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音乐 编织你们 是拽燃火取乐的日子 也是充满下乡的日子 纷纷的心愿迷离 像春天的雨 我们有时间 有力量 有燃烧的心念 我们渴望生活 渴望在天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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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单纯的日子 也是多变的日子 好大的世界 羊羊叫我们好惊喜 从来都心高才年 从来都心高才年 从来不但我眼泪欢笑 我爱到千词 全是第一次 所有的日子 都去吧 都去吧 在生活中快乐的香蝙 多沉重的灯子 我不会发软 多厌均的山头 我不会丢脸 有一天擦完了墙 擦完了机器 擦完了汗 我想念你们 招呼你们 并且坏着脚 祝识你们 所有来与指头去看 谢谢 谢谢我们的四位经典成功人 掌声有请张一喜 王财 洪志光 马家 有请四位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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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大小伙子往上一站 青春万岁 真正的青春万岁 帅哥们 那个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1953年 王萌先生写下青春万岁 到今天 70年 所以刚才四位在台上 真的是一次非常特别的 对这部作品的致敬 所以两位刚才听完这个作品 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青春的热情与激情 就像您说的扑面而来 然后四位都是我的好朋友 其实我们平时遇到的时候 我没有机会看到他们穿成五颜六色 大家其实 看的时候都是比较正装的 对对对 从来没这么鲜艳过 是是 四位著名的歌唱家 都是来自于我们国内四个音乐团体 国家大剧院 中国科技舞剧院 然后东方演艺集团 还有广播艺术团 是平时要听大家唱歌的话 就是站在舞台上 有一个大的交响乐团 在后面为我们伴奏 然后唱的中外经典 今天是让我感受到了 不一样的你们 还有一个就是 我听着听着 我感受到 有点像欧洲的美通组合 他们是学习美声的歌唱演员 然后他们为了拉近 美声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然后他们创造了一个美通唱法 就像我们所熟知的Andrea Bocelli 波切莉 他们是想让观众感觉到美声 离他们更近 每个人都能唱 对 是这样 所以我感觉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靓丽的美通组合 当然今天的这个正青春 又是我回忆到 因为我去年九月份七十了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年龄 这样一个年龄 完全看不出来 还有青春吗 我觉得还有 就是你心里的那一份追求 永远不放弃 永远还在往前走 那么你就是青春 这跟年龄没关系 就是因为你每天想追求的东西 和可能我在大纪院工作 接触的都是年轻的演员 包括我的合唱团的团员们 一百多人 一点点把他们味大 让他们知道音乐 走到今天 所以天天泡在年轻人的这种感觉里头 人就是要青春 所以这个青春实际上 不是专属于某一个年龄段 而是一种心态 刚才四位在台上 让我听出来 每个人的声音都有各自的角色 对 三个南高音 一个南中音 我是南中音 其实我们几个合作这个作品的时候 也在商量了一下 到底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诠释 这样的一个这么厚重的词 其实这个作品里边没有一南高 一般来讲我们要分声部的话 有一南高 二南高这么分 其实我们是交错进行的 我们三个都是 有人高有人低 有人高有人低 我不全是我在中生部铺垫 有时候我也冒上去 以这种方式 大家就是四肌比伏的 像是流淌着的一个旋律 一直在往前走 后来我们想怎么样才能够 更好的去诠释青春的力量 后来大家可能考虑来考虑去 还是决定用四三拍 它前面用的是三拍的节奏 就是比较像原舞曲的 就比较有动感 有动力的 有这种期盼感的 这种状态 尤其开始那个前奏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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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对对对 一下子就把人的那个情绪 带进来了 带进来了 为什么会选择了 王蒙先生的这首 就是他的青春万岁 长篇小说的 同名的这首叙诗 来作为你们创作的一个基础 像王蒙老师呢 他没有用了很多的这种文学技巧 去描述他这个作品 更多是用了很多通俗欲懂的语言 但是你读完之后 又让你热血沸腾 让我感觉到这首作品呢 就是让我体会到了青春 我觉得是人生当中的 一个必修课 在这个十字路口上 有很多的选择 有很多的机遇 所以我们要在 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呢 去尊重各种困惑 更要去冲破各种束缚 我觉得王蒙老师 写的这首作品 青春更像 是一首生命的呼唤 青春的呼唤 尤其是那第一句 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都来吧 对 我之前一直以为 这是王蒙先生 一定是在经历了 很多的生命感慨之后 才能迸发出 这样的生命的呐喊和宣言 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都来 后来我才知道 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 那是真正用青春 发出的呐喊 当时这个作品 对于您这一代人来讲 那简直奉为 文学中的经典 对 在磁场确实是 因为我想 青春对每一个人来讲 就意味着未来 就是你八十岁的时候 你依然想着 我还青春吗 那是因为你相信 虽然你到了八十岁 你还拥有未来 就是未来是对人生 对一个时代最大的召唤 当年他写这个 青春万岁的时候 那正是人民共和国的 青春岁月 而十九岁的王蒙 已经意识到 我要为我和我的祖国的青春 留下一个记忆 所以他写了青春万岁 到了一九七九年 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正式出版 而一九七九年 又是人民共和国的 再一个青春的岁月 虽然岁月流转 我觉得即便到现在 他还是像一个少年一样 这种火热的革命的热情 使他的一生 都保持着青春的活力 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 一个艺术家 一个对祖国和人民 充满爱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 他之所以伟大的一个核心 就在于 他的内心永远燃烧着青春的火焰 而且他的青春永远是万岁的 他始终是在呐喊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 需要更多的王蒙 来殴割我们的青春 时代的青春 这个青春为什么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 是一个永远逃避不开的主题 因为这个青春啊 在古代最早上指的 不是我们现在说的青春岁月 而是指的是春天 你比方说 青春作伴好还乡 趁着春天的时候 伴着春光 春色回到家里头 到了后来 变成指的是我们的青春少年 实际上是最早的 从具体的季节 而走向了象征意义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中国古代人 他特别重视 这个青春的这样一个主题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一年之计在于春 因为青春本来也指的是春天 那么事实上呢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史上 我们有一大批的作家 是在他们非常年轻的时候 就写出了流传千古的这种剧作 无论是谢挑 谢连韵 再到出唐四诀等等 他们不仅歌用青春 也歌用自己的少年时代的 这种创造力和这种生命力 那么如果我们要捋 这样一个文学史的话 很可能捋出来的是一个 关于青春的文学史 不仅在古人的创作主题当中 人们把注重青春 等同于注重创造 注重创新 同时也注重光阴 注重把握时光 少庄不努力 老大涂上碑 所以我在想就是 我们这次把这个 经典永留传 主题是正青春 我想也是想借这样一个主题 使我们的青年人 使我们的少年 都在这样一个 是吧 充满了青春蓬勃益气的 诗歌的 世代的流传当中 来感受生命的力量 感受创造的力量 每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青春 马家现在正在经历的青春 是什么样的 青春剧还没过呢 觉得青春是不分年纪的 当然了我们的青春 跟像黄老师 肯定是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 比如说王萌先生 他这个诗里边写的 行军擦枪 擦机器 对于我们来说 确实擦机器 我觉得顶多我们喜欢钢琴 说小的时候 擦着钢琴 真的没有感受到 为了建设祖国 然后要去行军 要擦枪 要擦机器 这一副责任 这些都没经过 但是你还漏掉了一点 虽然你没有擦过机器 但你和王萌先生一样 擦过汗 对 只不过那汗水 是你在排练的房间里 在钢琴前 在舞台上留下的 这是青春 无论跨越多少时间 都不会变的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一样 也是不复青春 不复年华 不复这个时代 洪志光跟马家 应该差不多 你是89年 都是90年前后 属于这个90后吧 我觉得各个年龄段 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 各自都有属于自己的美 独特的美 青春向未来 我有一个提议 刚好咱们今天在这 康老师 黄老师 咱们一块 把刚才这段最经典的 青春万岁的同名的叙诗 给大家再朗诵一遍 好不好 好 用我们的方式 向所有的人的青春致敬 所有的日子 所有的日子 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 用青春的金线 和幸福的音乐 编织你们 有那小船上的歌笑 月下校园的欢舞 细雨茫茫里踏青 出雪的早晨行军 还有热烈的争论 月动的温暖的心 是转眼过去了的日子 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 纷纷的心愿迷离 像春天的雨 我们有时间 有力量 有燃烧的信念 我们渴望生活 渴望在天上飞 是单纯的日子 也是多变的日子 浩大的世界 样样叫我们好惊奇 从来都兴高采烈 从来无淡漠 眼泪 欢笑 深思 全是第一次 所有的日子都去吧 都去吧 在生活中 我快乐地向前 多沉重的男子 我会有二人 多眼睛的战斗 我会有六年 有力量 擦完的香 擦完的气息 擦完的汗 我想念你们 招呼你们 以色列骄傲 祝识你们 我想念你们 招呼你们 并且怀着骄傲 祝识你们 张世琪 我们快要毕业了 祝贺你 祝贺你们走向生活 什么时候再见面 在大学生联欢会上 不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 完成的庆祝会上 不 国庆十周年 二十周年 三十周年典礼上 还会记得今天吗 不要忘了 忘不了 最主观的 永远忘不了 忘不了 永远忘不了 主持你们 所有的日子都去放